導致接下來一點點時間 我想請這個麗將軍 講一下這個057 這057過去我們節目中 談了好多遍 現在是超級戰艦 那它採用的是 這個全電動力系統 燃氣機輪跟柴油發動機 並聯的推進系統 它不是一個這個核推進嘛 那它集滿了 據說上面有各式各樣的 這個先進武器 對不對 包括了這個電磁 電磁軌道炮啊 高能這個雷射武器啊等等 所以它是這個055型 驅逐艦的升級版 未來在台海也好 在整個中國大陸的 海軍戰力也好 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057如果做出來的話 確實是超級戰艦 第一個 第一個它有隱形功能 但是它隱形功能 跟美國的朱姆特 那種驅逐艦不一樣 朱姆特是靠它的塗料 還有它的造型來隱身的 然後這個057 它不是靠造型 它是靠這所謂的 電磁離子的方式來遮蔽人家的雷達 所以它船體來講它可以按照它所需要來設計 它不需要為了隱身跟朱姆特一樣 把它設計成奇奇怪怪的形狀 然後那麼大一條軍艦裡面可以放的武器變得很少 這是它第一個特點就是它可以有隱身的功能 第二個它最重要就是全電動力的一個系統 全電動力系統來講的話其實現在已經有這種系統 就跟潛艦一樣它是用電來推進的 所以它可以很安靜無聲 潛艦的魚雷不太容易抓得到它 所以它是用電來推進 它不是用引擎來推進的 所以這個 那我們知道中國來講 解放軍有一個海軍有一個少將叫馬偉明 他是電磁這方面的專家 然後解放軍所使用這種電磁的系統跟美軍福特號 所使用的不一樣 解放軍所使用的是中壓直流的一個電磁彈射系統 美軍所使用的是中壓交流的 福特號現在上面所謂電磁彈射的那種炮 那種飛機它是交流的 中壓交流的 那中國所使用的是直流的 那中流跟這個直流跟交流差別在哪裡呢 就是維護跟故障率比較低 所以這個解放軍現在用的 馬偉明發明這個中壓直流的系統來講的話 它的維護狀況會比福特號要好很多 第三個我講說這電磁軌道炮 其實美軍的朱姆特艦也是用這種電 也是希望能夠用電磁軌道炮 電磁軌道炮並沒有特別的很高的科技 它就像是用電磁彈射把飛機彈射出去一樣 它現在這電磁軌道炮也是用電磁彈射 但是它彈射出去是一個炮彈 它把炮彈彈射出去 我們在這次惡物戰爭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那個炮兵那個炮 炮彈裝進去以後 它後面還要裝藥包 然後要裝藥包以後 那個藥包發射以後才可以把彈頭推出去 那現在電磁軌道炮 它就說我不需要藥包 我用電磁把這個炮彈彈出來 這好處在哪裡 第一個那個藥包容易受潮 受潮的話就影響到它的精準度 那電磁來講不會受潮 第二個來講它的好處是說 就是可以節省空間 也避免那個發射藥是很敏感的火藥 一點點小火星就會引起爆炸 你必須放在那種純銅的存放空間裡面 不然的話一點點火星就會爆炸 是很危險的一種那個火藥發射藥 那它如果說用電磁的話 就可以省下很多的空間 然後也安全性也比較高 那雷射武器跟這個不一樣 雷射武器就是我們講雷射比 它必須要用高能量的電 然後發射出去那個光速 把對方的飛彈或者是機艦 做一個燒毀的這種動作 那你就要有很高的電量 那我覺得這個電磁軌道炮 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這沒有問題 因為飛機都彈得出去 炮彈怎麼會彈不出去呢 但是這個雷射武器來講的話 可能後續來講 它現在它覺得它電的問題解決了 它中間它直流電的問題解決了 後續來講的話 它怎麼樣將這個武器 然後用在高性能的雷射武器上面 它電夠了 那將來很有可能就有電磁的 雷射的武器就可能會出現 所以我覺得說這種武器 它第一個 隱身對不對 炮彈或者是這個雷射武器 這些對它來講 都是將來很大的一個 優勢的一種戰艦 所以為什麼他們叫它做超級戰艦 等於是說是跨時代的一種 新的武器戰艦 等於是當之無愧 好除了這個中美之外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中非 大千你看這個仁愛礁 三不五十這個就來一次 那之前才說嘛 大陸的這個運捕船過去 不是雙方還是按了三下訊號 告訴你我來了 然後大陸也給了三個訊號 說你來吧 就順利運捕就回去了 不是非常和平歡喜嗎 但是你看到6月30號 菲律賓的海警船有兩艘又企圖闖入仁愛礁 那大陸據說是立刻反映 所以總共是這個型號都有給你4203 5201 3103三艘艦艇迅速出擊 那個大小實在是差很多 那除此之外 不只是三艘 還有什麼 還有軍艦 旁邊是056 包括這個贛州號 還有這個銅林號在這裡 所以大陸 他們把那個地圖調出來 說就要擺出一個鐵桶鎮 你怎麼看的 菲律賓運用這個仁愛礁 三不五十 一下子來給你歡喜 運捕一下 吃個buffet 那一下子又來衝一下 然後鬼口鬼叫 你覺得這企圖心意圖是什麼 其實這還是美中爭霸格局下的一個後果 就是說美國現在正在試圖的裂解 中國大陸跟他周邊國家的一些關係和互動 所以不管是你看日本南韓 菲律賓或者是印度 美國一直都並沒有手軟 甚至包含越南 就是美國也都試圖遞出橄欖枝 然後進行拉攏 那當然這些國家也自然會左右逢源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的態度跟立場是很清楚的 就是你如果是客人 我就以理代之 如果你是一頭野狼 我就準備好獵槍 這是他們講話講得非常的直白而清楚的一個立場 那對菲律賓也是一樣 就是該以理代之的我以理代之 可是該表達立場的我寸土不讓 這是中國大陸現在非常強硬的態度 那當然因為他們有底氣他們才會做這件事 包含我們剛才在講的葉倫的事情也是如此 葉倫的來訪對葉倫來說是一件兩難的事 因為葉倫現在已經是美國政界少數少數少數對中國相對溫和的政治人物了 他夾在這個鷹派之間他要存活下來不容易 可是對中國大陸來說也是一個兩難的事 就是雖然葉倫是一個稍微溫和的政治人物 可是美國對他動手從來都沒有手軟了 他究竟該怎麼辦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葉倫在核戰兩手 他人來了該講的漂亮話講了 可是他對這個美國在中國的商會的談話 他也講得很清楚 他反對中國大陸對於少數這個稀有金屬的這個出口禁令 甚至他反對這個中國大陸對於美國的這些企業 他們叫做他叫做不公平的這個經濟行為 那麼這些東西我覺得他是要講給國內鷹派的人聽的 所以他還是要有個立場 就像剛才秀芳講說那你明明來你就管你自己的事情 你管什麼人權跟國家安全 可是他不能不講 因為他要講他才能夠應付美國國內這些鷹派的立場 不會讓大家抓住痛腳跟把柄 對中國大陸也是如此啊 我以理招待你葉倫 我讓你來了四天三夜 你想見的人我都讓你見了 可是在你來的前後 我就宣布所有這個者跟家的這個出口 我要進行審批 那麼他也是一樣的核戰兩手 因為剛才亮哥講得很清楚 你葉倫到底帶了什麼理來 現在沒有看清楚 你的理單現在並沒有拿出來 好 我們講到這個葉倫 接下來來 那個葉倫有談到者跟家 那張我們先丟出來 緊接著我們就要進到這個者跟家的那一題 來 導播 這個葉倫在北京有特別講到 因為就在葉倫來訪前 大陸對這個兩個這個重金屬者跟家 寄出了出口管制 大家注意哦 它是出口管制 不是出口禁令 對不對 也不是出口限制 管制的話意思就是說 你要來申請 申請看我合不合准 並沒有說一定不要 或是要限額多少 並不是 這是有差別的 那葉倫就有說嘛 不應該制裁美國企業 好 這是老太太在北京說的 好 我們到下一題 我們就來看一下 者跟家很重要 7月3號大陸公布了這個 者跟家的相關物項的實施的管制 沒有經過許可不得出口 8月1號開始正式實施 7月3號公布 美國商務部在7月5號做出了回應 美方堅持反對嘛 然後會找盟友來共同商量 然後到了7月6號 三天之後 美國國防部才有反應 美國國防部呢 是開始盤點 盤點了三天 發現呢 美國現在 我們是有 但是家 沒有 盤點了三天 發現沒有 那很有意思 這個家 沒有 那家很重要 家呢 有電子工業脊梁之稱 他用在哪裡 半導體材料啊 發光元件啊 集成電路啊 5G啊 國防通信射頻等等等 對於國防的影響有多大 我稍後來請教一下 這個立將軍喔 但是你看看 宣布的時機很有意思 好 者跟家宣布的時機是 7月3號 那第二個是7月6號來 宣布這個時候呢 剛好 這是大陸的一位研究員 他說的 他從時間上來比對 他告訴大家 這樣講你就懂了喔 2011年的1月11號 中國的殲20首飛 為什麼在這一天 選擇在美國當時的 國防部長訪華的當天 懂了嗎 故意的喔 果實成熟的時候 在什麼時候把它摘下來 這是需要一個時機 這麼好的果實 不要隨便摘 我要找個好時機 所以耶倫訪華 也是一個好時機嘛 中國出口管制體系 成熟的時機 所以這個果實呢 要引起全世界 高度的關注 就選擇在這個時機啊 尤其是美國西方發起貿易戰 跟技術戰的不理智的政客 那英國的經濟學人認為喔 在這場跟美國的科技戰當中 這一次算是中國拿出了一把大槍 接下來換什麼呢 大家不要換一下 接下來可能說是稀土喔 這是高盛的預測 西方需要投超過250億美元 才能夠匹敵 中國來的稀土供應 事實上稀土我們看到 全世界有 但是因為它開採的過程很複雜 而且可能會有些污染 所以過去呢很多這個西方啊 這些國家不願意做 所以這個中國大陸做 現在才發現不對勁喔 它的這個供應鏈跟不上 所以我要請這個 利將軍來談一下 因為美國國防部講 今天這個新聞很大啊 沒有加怎麼辦 會影響哪些層面 我想說我用大家都比較懂的方式來講 這個加的重要性 大家看我手上這個手機 我們都知道說都聽過奈米 各位不知道一個奈米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長度的一個計算單位 它多長呢 我們講公分叫厘米對不對 奈米是11分之1 你看公尺 11分之1公尺 那多小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也講28奈米 就是28個11分之1這麼寬 然後1奈米 就是只有11分之1公分這麼寬 這麼寬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電子元件跟電子元件的距離 我只有這麼小 11分之1 那我們講這個手機好了 各位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我們現在Apple手機 我這個是Apple 但老的機型 我們講A13晶片 A13一個晶片裡面 它那片晶片裡面 你知道有多少個電子元件 85億個 A14有131個 那你想想看 這麼多電子元件在裡面的話 它電流在這個 這麼密集的空間 在裡面跑的話 一定會產生熱量 所以我們經常有時候講說 有一次蘋果的手機 三星的會發燙 對不對 然後用電量一下子就沒電了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很耗電 第二個它會發燙 那架的好處是在哪裡 淡化架這種東西 它可以很快讓電流通過 而且它會減少它的熱量的損耗消耗 所以第一代的半導體 它是用系 第二代以後 對不對 就是這個昆化架 就是昆化這個架 現在是第三代 叫做氮化架 當作它的原料 那我以這個例子來告訴大家說 這種原料 架這種原料 在未來的科技上 它的重要性 光講晶片好了 你沒有架你就做不出來這種晶片 你做出來晶片 它就是電流耗電量很大 溫度很高 你做不了那麼一個小小晶片 你怎麼可以放到 130億個電子元件 電晶體的元件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要知道 現在美軍來講 不管它這個飛彈或幹嘛 它是要很快速的計算 因為我要攔截人家飛彈 不管是要攻擊人家或攔截人家 它裡面那個晶片 計算的速度都要非常快 因為人家的彈道飛彈 它會改變它的位置 然後我要隨時計算 我要去追蹤它 然後計算我最要彈道 我們現在講的彈道攔截 不是說我飛到你旁邊 爆炸破片來傷你 而是對頭撞的 薩德系統 它是對頭撞的 那麼快 20幾馬赫的速度 我這個飛彈上去 我要對頭撞 你看那個計算速度要有多快 你才可以算出它彈道出來 那像這種晶片 像這種科技 所以說為什麼說F-35 它的雷達 對不對 就必須要有這種技術 在這麼小一個飛機上面 你裝上那個雷達 要多少個晶片 才可以計算出來 這個敵人的戰機在什麼地方 才能夠鎖定它的位置 所以說架是未來很重要的一個科技上面 不管是國防 或者是5G 甚至於未來的6G 或者是衛星或幹什麼 都需要這種元件 因為它的特性就是這個電流量不會有耗損 所以我覺得說中國現在下這個重手 這個架根者這兩種東西的管制 你知道架根者這兩種東西有三個特性 中國現在有三個技術 第一個是原料 它控制的將近 聽說是百分之四十幾 還有百分之四十幾是美國 但是它有原料 那架的比例更多 第二個它有這個技術 它可以把它提煉出來 第三個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它有專利 就是提煉這個東西的專利 是在中國手上 你美國你雖然說有這種原料 你要提煉這個東西出來 你必須要跟中國買專利 就像我們現在來講 中國為什麼華為這些東西 會被美國卡脖子 因為有很多專利是美國的專利 你要做這個DUV或EUV的話 你要有美國的專利你才可以做 它不把這專利給你的話 荷蘭就不能把這東西賣給你 所以中國這個管制 脖子卡得滿緊的 對 因為專利在它手上 怎麼提煉它 它提煉很多年 從原料到專利都在它手上 對 專利 它有三個優勢 一個專利 一個材料 材料它有 第三個技術 你要有這個技術 全部在它手上 所以現在如果說它卡 還有人才 還有人才 第三個還有一個 就是說可能中國比較經濟起這種污染 因為它是高污染的事業 中國願意接受這種高污染 它為了發展這個工業來講的話 為了要發展這個科技 它願意接受高污染 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美國你要取得這個技術可能 但你怎麼看 美國國防部這時候公開告訴大家 這個我沒有 加我沒有 為什麼美國國防部要出來告訴大家 在葉倫來的時候跟大家說 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第一個 它確實是需要的 它不管是後續的所有軍工武器來講 尤其是國防部來講 它軍工武器包括從飛彈 對 到衛星 到通訊 到雷達 它都需要這種東西 它現在公開說它沒有 其實我覺得美國有一個好處 它會講實話 講實話 對 它講實話 它真的沒有 它在沒有狀況之下的話 它可能是不是要透過葉倫 或者是說 用透過別的管道 管路 來獲取這種武器 那後續我們當然可以看 就是雙方中美這兩國 這種科技大戰 這個怎麼講 美國是很有技術的一個國家 但你要知道 技術是可以追得上的 原料是追不到的 原料這種東西 我身材就是身材了 我有就是有 而且這個時候 科技我可以學得來 就算你美國有 你要重新探勘 重新開採 重新提煉 這個不知道要多久時間 對 光是速度也來不及